Hello, 大家好 多謝回到 Ask Kenneth 的環節 我是教練 Kenneth 教練, 我已經有進行calorie deficit 為什麼我減不到肥呢? 減不到脂肪呢? 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我已經吃得很少很少了 我記得我師傅 Charles Poliquin 曾經提過 calorie is not a calorie 即是calorie並不是等於calorie 什麼意思呢? 三百個calorie的牛扒 就不等於三百個calorie的薯片 因為三百個calorie的牛扒 大概有五十個gram的 protein 而三百個calorie的薯片 可能只有五個gram的 protein 所以你進行calorie deficit 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 macros 是什麼 包括 protein, fat 和 carbon hydrogen 所以只是calorie deficit 是不足夠的 一定要 count your macros OK 教練, 我已經吃得很少了 OK 但是呢? 你的 protein 高不熱的話 蔬菜吃得很少的話 你都不能夠減肥 因為根據detalification這個 theory 一定要有 protein 一定要有 protein和蔬菜 加在一起才可以有detalification的效果 如果你只是吃很少 但是吃很多drunk food的話 吃很多零食的話 而達不到你的 protein高的話 即使你是calorie deficit 你都是減不到肥的 所以 protein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教練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吃那麼多 protein的喔 OK Listen 在你的calorie 裡面 也有30%是 protein的 其餘那些 是 carbon hydrogen 和脂肪 所以 你吃的 protein 只是三成而已 在你的 daily calories 裡面 絕對不會很多 你會吃太多 是什麼呢? 你會吃太多的 carbs 太多的脂肪 太少 protein和蔬菜 都會影響 fat loss 那個 progress 所以 protein 加上蔬菜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吃得太少 protein的話 你一定會影響 你的 gym performance 或者 sport performance 影響了你的 gym performance的話 即是你難 很難的去建立 muscle 而很難建立 muscle 很難去 burn你的脂肪 去燃燒你的脂肪 就會影響你的身形 改造 所以 protein 永遠都是 first priority 那計完protein高之後 是計算什麼呢? 先把脂肪 只是先把脂肪 先把脂肪 如果你是 lean的話 可以多一點點脂肪 可能由100克一天開始 然後慢慢加 15% 15% 15% 加上去 如果你是肥的話 就below 100克開始 OK 當你 lean的話 減多 body fat的話 要慢慢加上去 都未遲 剩下的calorie 就是脂肪了 當然 還有 你一個星期 訓練多少次呢? 譬如有些學員 一個星期訓練六次的 有些學員訓練三次的話 所以 carbon hydrate的 intake 都會不同的 可能 在 training day 會吃多一點的carbs 在 non-training day 會吃少一點的carbs 所以 每個人 那個 calories 和 macros 可能是每一 都不同的 如果大家對於網上訓練 是有興趣的話 不妨DN給我 可以查詢詳情 都不疼 不疼 養 不疼 所以